习皆平等 平等是佛性 世尊为我们讲是法纪 每一个法纪 无量因缘 不是很单纯的 无量因缘当中 第一个因缘是什么 佛慈悲给我们说出来了 成佛第一个因缘 就是平等性 所以平等是佛性 修平等性 是走成佛之道 平等没有高下了 没有同意 是一不是二 肯定一切众生 一切万物 跟我谁提 一个自信 变现出来 像不一样 体完全相同 从这个地方建立 平等性 那平等观 看一切平等 这修成佛之道 这修成佛之道 如果先住在六度 那菩萨道 住在四地 是深温道 住在十二因缘 是圆角道 住在十三 自卑以十三 天道 住在十三 无界 人道 无界十三 里面 有傲慢 有嫉妒 是修罗道 贪心 是莫贵道 成慧 是地狱道 愚痴 是畜生道 这是佛在大经上 常述 设法界 第一个因素 所以贪嗔痴 一定要断 为什么呢 那是三无道 里头的 主因 希望把它当干净 一丝一毫 那个念头都没有 出得干干净净